财团法人博佑社会福利基金会数学教学影片 那在刚刚介绍过了三个指数率的公式 现在呢我们介绍指数率的第四个公式 那我们一样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好来 10的四次方 除以5的四次方 等于多少呢 好来 那我们这里注意看看哦 10的四次方 指数是4 5的四次方呢 指数也是4 这里 指数是一样的哦 好来 那10的四次方 除以5的四次方 好我如果今天把它写成分数的形式 好所以分子就是10的四次方 分母呢 5的四次方 好那等于呢 10的四次方 所以是几个10相乘 很好 4个哦 1个 2个 3个 4个10相乘 叫10的四次方 那分母呢 5的四次方 所以是几个5 也是4个 也是4个哦 1个 2个 3个 4个 5 4个5 相乘叫5的四次方 好 那接下来呢 看一下这个式子 像不像什么 诶 我能不能够 将我的每一个5分之10都拆开 口开 所以呢 他是不是5分之10乘上5分之10 乘上5分之10 再乘上5分之10 是不是有4个 1个5分之10 2个 3个 4个 所以是不是4个5分之10相乘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呢 4个5分之10相乘 他是不是就等于 5分之10的几次方 1个2个3个4个 4个 那当然就是4次方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 再把它变回来 一样是4次方哦 那瓜糊里面 本来叫5分之10 那5分之10是什么 是不是10除以5 对不对 好 10除以5 10就是5分之10了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10的4次方除以5的4次方 会变成什么 10除以5 瓜糊的4次方 那这个10呢 跑到这个位置 这个5呢 跑到这个位置 指数都是4 所以最后答案 我的指数也是4 好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哦 好 好 好 来 8的7次方 除以2的7次方 它会等于多少呢 一样 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指数的部分 都是7 所以指数的部分是一样的哦 好那我们把它 这个除法的运算 变成分数的样式 8的7次方 放在分子 2的7次方 放在分母 所以 8的7次方 叫做 7个8相乘哦 所以一个 2个 3个 4个 5个 6个 7个 7个8相乘 叫8的7次方 数数看 1 2 3 4 5 6 7 真的是7个 再来分母呢 2的7次方 所以是7个2哦 一个 2个 3个 4个 5个 6个 7个 好 7个2相乘 叫2的7次方 好 那这个分数 我能不能把它拆开 2分之8 2分之8 3个 4个 5个 5个 6个 7个 所以 是不是可以拆成 拆成什么 是不是 几个 2分之8呢 1 2 3 4 5 6 7 是7个 所以呢 是不是2分之8的7次方 对不对 对不对 那2分之8的7次方 变成什么 2分之8 它是不是 8 除以2 对不对 好 那再观察一下哦 原本的题目 8的7次方 除以2的7次方 底数8 底数2 指数都是7 最后的答案 底数是8除以2 就是这里的底数8 除以这里的底数2 8除以2 然后呢 指数7 一样 所以 这里的指数就是7 好 所以根据前这里 两个例子 我要介绍的第四个指数率的公式 我现在写起来哦 来看一下 底数10 底数5 不一样 底数8 底数2 也不一样 所以这里 我用不一样的底数哦 一个用A 一个呢 用B 只要是不一样的符号都可以 今天你也可以用X 用Y 用M 跟N 都可以 那我这里 现在是用A跟B 来表示 两个不同的底数 好 再来呢 指数4 跟4 一样 指数7 1跟7一样 所以这里 指数一样哦 好 那我们这里 用M 来表示 它的指数 好 用一样的符号 因为这里我们的举的例子是一样的 好 然后呢 我们用除法 来运算 所以今天A的M次方除以B的M次方 我 等于多少呢 它的底数是多少 它的指数又是多少呢 来看第一个例子 10的4次方除以5的4次方 底数是10 底数是5 得到最后的底数是什么 是10除以5 是前面的底数除以后面的底数 变成最后的底数 然后呢 第二个例子 8的7次方 底数8 除以2的7次方 底数2 最后得到的底数 8除以2 是不是就是前面的底数 除以后面的底数 对不对 所以我这里公式 一般是 我用A的M次方除以B的M次方 底数A跟B 所以后面这里呢 是不是就是前面的底数A 除以后面的这一个底数B 变成我答案的底数 然后指数的部分呢 这里是4 这里就写4 这里都是7 最后答案的指数就是7 所以我这里公式 它的一般是 前面两个指数都是M 所以我答案的指数呢 也是M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介绍的 第四个指数率的公式 那我们最后 再将 刚刚这两题 答案写一下 里面底数 10除以5得到2 那指数呢 就是4 好 所以10的4次方 除以5的4次方 答案就等2的4次方 那第二题呢 这里 底数的部分 8除以2就得到4 那指数 那指数就是7 所以 8的7次方 除以2的7次方 就等4的7次方 好 那我们现在 将第四个公式 写下来 它长怎样呢 来 底数 是A 除以B 然后呢 我的指数 都是M 所以 A的M次方 除以B的M次方 它等于多少呢 好 我的底数 它就是 这里的底数 A 除以这里的底数 B A 除以B 然后指数的部分呢 这里是M次方 这里是M次方 所以 我算出来 也是 指数的部分 也是M次方 所以呢 我们现在 就有四个 指数率的公式 博佑基金会 谢谢您的观赏